沒錯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千萬打造的棚井拍攝 六個司機射 我嚇到欸 小小兩層樓而已 他竟然搭出六個棚井 再往前不愧 不愧 我們就算攝影沒有學會 至少三倍要學會 我們今天來到一個千萬打造的棚井拍攝 沒有 剛剛跟老闆確認過不到千萬啦 老闆說大概980 989萬 亂講 而且我們請到了一個百萬model 百萬model 在大安區 獨棟透天的佳佳 佳佳現在住大安區喔 大家小心點啊 大家注意啊 欸你們兩窮逼住哪 跪下了 已經跪下了太快了 佳佳你姓什麼 公公公 楊佳佳 從今天開始我叫張小偉 媽啊 人家醜母系 從今天開始加加就是我媽 好不好 對不對 我通常都會跟我媽就是 睡覺的時候都會抱我媽一起睡 那你要不要幫你媽撥個橘子 好我們可以進主題了 好趕快趕快 夢之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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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朱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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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真的有像耶 我們放在資訊欄下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資訊欄的資訊 那它裡面有非常多個實景棚 那今天呢 由小偉呢 來示範兩個可以使用自然光拍攝的實景 那下一集呢 會由我來拍攝兩個需要打燈的實景 讓大家看一下在這個棚裡面有各種不一樣的造景可以拍攝 那因為有很多的觀眾呢 都說可以拍一些棚裡面拍的畫面 然後大家也想要就是租一些攝影棚 拍一些實景棚 而且我們頻道的觀眾其實好像都還蠻喜歡拍棚的 我都蠻有錢的 我覺得是 都蠻有錢的 都有點怕熱啦 都覺得夏天很熱 租個棚對不對 開個冷氣 而且今天來到這個棚 他剛剛帶我們參觀 哇 垃圾車的聲音很大 老闆帶我們參觀這邊的六個實景棚 我嚇到欸 小小兩層樓而已 他居然搭出六個棚 然後每個棚都各有特質 空間魔術師 他應該在日本綜藝節目待會 全能住家改造 對 全能住家改造啊 哇 哇 全能住家改造啊 而且實景棚很難得的就是 他自然光的一個角度非常多 自然光 也是自然光 就是兩面靠窗嘛 然後我今天使用的鏡頭啊 那室內棚拍的話 我們今天要使用一些 稍微廣角一點的鏡頭 我們今天用三五 這是三五圈 正啦正 實景棚幫我買給你的 直接媽媽 直接 媽媽 其實室內棚如果有自然光線的話 拍攝就要注意就是 側光 背光 面光都可以拍 側面的光 側面的光 正面的光 背面的光 我們就有側光了 大家在這個始終的架 請問這樣子的意涵是什麼 這就是代表他是 中樓怪人 哇塞 嗨 中樓怪人 媽 不要這樣 媽媽 媽 手背後面 手不熱實好近喔 天啊 手不熱實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就看你現在要陪棚 還是要陪我 你講清楚了耶 這顆我一下都還沒按喔 這顆是老師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做出很呆的表情 不用做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在拍出來 我們可以直接拍 因為他是三五圈 這個空間其實 其實這個眾生才可以的 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眾生三五拍起來大概長怎樣 而且包含上面時鐘都有 其實蠻寬的 好 因為他這邊啊 石井棚還有一個特色 嘿 喔 我知道 就是這個橘子是假的嘛 對不對 剛剛一直講 但是我跟你講 相機是真的 對 來這個攝影棚拍到 他每一個場景的細節都相當講究 對 所以他這邊的東西啊 全部都是一些復古日式的東西 而且他很講究 連包含裡面的這些 杯子啊 酒啊 全部都是日式公園的 最大好處 不用帶道具 都在那個廚櫃 那個廚櫃真的很漂亮 再往前跪一點 前跪 前跪 你是我的眼 不要噴口水在我的鏡頭上 拜託 求你了 對對對 我們拍那個反射 他那個鏡真的擦得非常好 你可以再低一點嗎 你可以再低嗎 對 對對對 稍微 對對對 我們這小小的和四房間 寫得這麼多人 從大風吹一直跑 大風吹 他們兩個就像小精力一樣耶 如果讓model直接面向鏡頭的話 你可以 就是他臉會全黑的 後面後續也不好調整 對 那我們可以讓model也側一點 拍他輪廓的角度會比較好 那一般呢 我們在這邊側光的時候 大家如果對於外面側光的話 現在看起來可能會是偏黑的 那其實呢 如果你是一個人 沒有帶燈拍人像的話 像這種棚 他外面有佔光的話 你可以嘗試把曝光 稍微拉高一點 但外面稍微過曝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關係的 這樣其實也蠻有氛圍感的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他這個桌子也可以利用 哇 這個角度的光線 剛好那個斜色光這樣打進來 然後我們面向那裡 好 搖一下搖一下 喔天啊 你好做錯喔 好可以啦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這位是 所以這位是 我媽媽 叫奶奶 好 然後我們還可以用一些前景 你這邊還會很白 一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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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要這樣講 那是小餅乾 那是小餅乾 餵他命 要看你身體 那是小餅乾 這是那個耶 糖果耶 梅子的糖果 又吃鐵盒 吃太多鐵盒了吧 補鐵 我剛剛看這個片段看了很久 好喜歡這個電子 哇 欸老師你拿拿看 很輕啊 有點重啦 那有點重 但是有一個可以拿 玉涵嗎 吹風 就在 好笑吧 為什麼我要擺這個方向 因為要讓家家面向 好面向光 那是不是應該在前面 有人扇風把他頭髮吹起來 不為所動 有嗎 有嗎 我覺得這個風的強度啊 跟頭髮的飄移沒有關係 只有家家變兩點 好就這樣好了 一個來扇我 扇我 吹他喔 有把它吹到會轉嗎 家家就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去新租的海邊 真的嗎 沒有瘋的手指靠家在那邊 你說吹那個超大的海邊對不對 他會死掉啦 我跟你講他就是下一任的能源部長 正面光是現在光在你的背後 對 然後穿過你 然後直接正面打在馬頭身上 沒錯 正面光 喂 家家 今天要不要回家吃飯啊 好吃啊 看美肚飯 哇 好可以了 謝謝 真的可以 好讚喔 這都自己拍的 好帥喔 感謝自己拍就好了 有道理耶 他是 斷轉來幹嘛 他是來羞辱我 肯定是的吧 對 他說對耶 他說這個室內呢 還可以做第二種變化 就是可以加上這個 很冬天感的那個 軟貝 而且他剛才跟我們講 那個合適的抽屜裡面很多道具 真的 比如說這邊有這個 對 剛剛玉涵看到愛不釋手 好 然後這樣吃就知道 你Q嗎 你Q嗎 你Q 你Q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那你要在往後耶 哇今天是來做什麼體能大訓練 但是我今天沒有 沒有料想到今天是這一part 這裡喔 對對對 這個位置可以 欸我們小偉為什麼要移到這個位置呢 因為這樣三五這樣拍過來 空間比較大 欸 太後面了 可能還要在前面 對對對 太多了 對對對好就這樣就這樣 喔可以 好我們來到我們孟之島 June Island的第二個司機攝影房 魔藥室 魔藥室 所以這是什麼假的核桃嗎 是假的吧 應該是假的吧 這只能咬咬看的 這其實也摸不出來 媽媽 不要吃不好 媽媽剛剛不都吃鐵罐嗎 今天家家穿的也很像畫家 對 那他這邊有一個畫色景 那你怎麼選這個景 因為我覺得這個景比較有特色 比較有特色 然後比較適合拍給大家看 戳他戳他 戳死他 老闆看完影片那隻就丟掉了 而且我們現在就逆光拍攝了 你煮出了什麼東西 核桃 核桃 你煮出了核桃耶 面光拍 背光完了換面光 他有放下去可以用耶 放在你的嘴巴上超好笑的耶 快 我要看到牙齒 要看到牙齒 對 對 對 大家要把他逼到什麼程度 我就問 我們頻道已經沒有多少Model會願意來了 好對不起 這死亡筆記錄 你會寫誰在哪裡 絕小偉 我跟你講這樣不行 要寫徐偉銘 沒有笑 要寫本名啦 我有看過 要寫本名 但是正義就是正義喔 玉涵就是玉涵喔 你這個徐偉銘 玉涵姓林 我再忽略一下 張道指之老師的 這邊很多都是老劍喔 都真的老劍 細節其實蠻不錯的 這邊啦 細節真的很多 羅宋湯 他寫了什麼 唸出來 龍血 龍血 真的欸 Dragon 希望 哇他這裡的叫希望 欸他這邊那個欸 藍綠擺在一起 好敏感喔 欸欸欸 好敏感喔 那你知道他綠色對皮膏的嗎 怎麼樣 這眼鏡打的是不是 沒有啦 而且那你覺得這邊三五用起來 這個距離怎麼樣 這邊用三五拍超讚 超好是不是 來這裡只要搭配三五 一顆搞定 欸我的是不是 對啊 自己沒有錢買 老師買 三杯一 三杯各自是哪三杯 醬油 麻油 米酒 是嗎 我們就算攝影沒有學會 至少三杯要學會 繼續走 繼續走是好 就是叫你滾 繼續走 走 走走 這是哈利波特里的魔咒 對啊 他的魔咒就是去去去去去 走走 就直接這樣子 就怪我喊去去找 哈利波特里也是很Local欸 好看我 來到這個棚子的時候 我有很驚訝的感覺 剛剛說過嗎 小小兩層樓 六個風景 對 可是我很擔心說會 不夠拍 我剛剛跟老闆詢問了一下 他們這邊是按每一間每小時做計算 我們剛剛拍的那個日日盒 日本的攝影棚 他是一個小時一千五 最多四個人來拍 然後每加一個人再加兩百塊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划算 而且他又有冷氣 不過我建議啦 不要太多人來啦 也沒有那麼大啦 可能會要玩一下大風吹 四個人我覺得還蠻OK的 價格方面我覺得非常的實惠 一千五百塊拍這樣的風景 然後細節那麼亮很多 而且重點你還不用自備道具 所有教育在這邊都可以隨手拿到 我要是算是 這個風景 我從來沒有看過風景 對 比如像家將 身為一個職業碼頭 我媽媽 他拍過很多場外拍 他拍過很多的攝影棚 對不對 這個魔藥式應該算是 非常非常特別的場景 對 沒有那麼多 你喜不喜歡 喜歡 那就到這邊啦 我們接下來再看下集 然後下集會大家看一些 直接用打燈方式拍的空間 好 謝謝大家 那最後你總結一下 你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教學心得 對對對 我們在一個小小的風景 也可以產生出很多不同的變化 光是光線的角度 因為只要透過這個窗 擋進來的光線 他一定都有三種角度 對 最少都有三種角度可以拍嘛 對不對 側面光 正面光跟背面光 然後再利用他的場景很多細節 躺著拍 坐著拍 都好玩 都好拍 對 就可以創造出很多不一樣的話 今天是不是沒有講笑話 嗯 對 OK 就這樣好 掰掰 欸等一下 好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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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喔